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开发案主导权爆发了争夺战 中央架空韩国鱼今天亮刀了是吗 郭台铭拒签初选公约 为备胎入规则施压党中央吗 好 香港民政9号发起了反送中的游行 宣称有103万人走上街头 游行结束之后 凌晨有部分的群众企图闯进立法会 与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香港警方甚至出动准军事化的防暴警 素容小组才顺利的完成了驱离的任务 过程当中民众跟警察有多人受伤挂彩 凌晨12点游行民众假期圆墙 硬闯进香港立法会 接着和祝寿远警发生第一波冲突 远警先拿出警棍驱离 但人力明显不够 只好使用胡椒喷雾 尽管警方已经举起红旗警告 游行民众还是没打算停止 继续进逼 再度爆发更激烈的冲突 混乱当中 有远警受伤倒地 满脸鲜血 没想到站起来又被铁棍砸中 助手远警持续驱离游行民众 终于防暴警察前来支援 游行民众被赶出立法会没有放弃 凌晨12点半左右转移镇定 到附近的龙河道 驾遣护栏继续示威 甚至用大型垃圾桶挡住 罪道出口 警方赶到现场再次进行驱离 这回搬出大型胡椒喷雾 以往负责大规模事件的防暴任务 准军师化特勤警察 速龙小队也到场协助 凌晨2点20分 游行民众撤退到湾仔高 打湿道再度跟警方对峙 游行民众不敌警力 又是开始慢慢解散 当中部分不愿离开的民众被两百多名警察包围 逐一搜身 登记保留拘捕权力 直到清晨六点抗议活动才终于落步 包括歌手何韵石 黄耀明以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都走上街头 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照常出席活动没有任何回应 直到周一上午才正式接受媒体提问 上午立法会周边也暂时恢复平静 工作人员整理凌乱的货栏 进行善后工作 TVB的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好 香港这103万人上街头 但是并没有让香港政府改变 在这个星期三要修法的立场 所以现在传出香港的社福界开始串联 准备在星期三当天发动大罢工 目前至少已经有13个社工团体 加入罢工的行列 将会掀起另外一波的反送中抗争 而这一次的这个反抗中 反送中游行呢 在全球是有29个城市 都有民众串联走上街头声援 而在国际媒体的部分 包括了美国的CNN 日本的NHK 还有在英国的路透社 全国的重大媒体重要媒体 都聚焦在香港 关心这一场超过百万人 上街头的抗议行动 也就是说有七分之一的香港人 都站出来游行了 香港度过不平静的一夜 路透社记者从高点记录这一切 除了拿摄影机的 还有平面摄影拿相机 从人群中拍下入夜后 紧密冲突的混乱现场 不只欧美媒体 日本媒体同样关系 国营电视台NHK 以晨间新闻头条来报道游行诉求 香港で昨天大規模なデモが行われました その数主催者発表で103万人 自治や言論の自由が脅かされると 市民が危機感を募らせています 至于日本的民营电视台记者 则是跟着香港人一起上街头 抗争民众穿上白衣 这是为了彰显正义 因为这场游行 香港甚至已经买不到白衣 其实除了香港以外 从美国的华盛顿 到澳洲的雪梨 也有大量示威民众 在海外声援 反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 香港百万人上街头反送中 而这示威行动全球串联 白宫前也有反送中 恶法的集会 这场反送中游行 得到全球29个城市的市民响应 大家用行动支持香港人 争民主 争自由 TV新闻 綜合報道 香港反送中韓国有9个字 说自己不知道IP 郭台铭则是加码说 自己当初就律劝韩国瑜 不要进中联办 至于蔡总统赖清德 则是异口同声 强调台湾不可以变成香港 要维护主权 倒是柯文哲显得很有自信 说如果票投给他 台湾还是台湾 香港反送中行动爆冲突 也引起国内政坛政治旋风 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 他明明昨天穿暖和 我不知道 还不晓得就是 严谨一该撇清 但游行规模之大 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担心挑起两岸 敏感神经 如果我们投寒 明天我们就投降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一百多万的香港人 站上街头 反对中国的逃犯条例 但韩国瑜市长竟然回答说 他不知道 或者也竟然 讲出了跟韩国瑜 大同小异的话 他说不要理他就没事 带住机会 赖清德左批函又骂科 就连自家人似乎也不挺韩国瑜 我为什么当初 立选韩市长不要进中联办的原因 国台办操控了一家媒体 在引导我们 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 也有人连忙澄清立场 一国两制 我们这边从来没有变成选项 只有民主人权 就像空气一样 那如果我们不守卫好的话呢 那我们将来要捍卫的力气 可能都没有了 那也因此呢 对我们来讲 一国两制 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道士柯文哲虽然不是元首 但显得很有自信 票头科匹会变什么 变台湾啊 台湾还是台湾 这哪是问题 我们坚持 不管是美国出的考验 中国出的考验 只要是相同的题目 我们都要写同样的答案 这样就好了 平常心就好了 市长你的态度 好像也是没有很强硬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必须 我只是这样 我常常说 有问题 他们自己如果还看不出来 那也算是没办法 就连海峡论坛 多个县市已经声明不参与 但柯文哲依旧坚持走自己的路 不要先预设立场 说对方一定要做什么坏事 要干什么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都还没办什么 都还没讲 就一大堆不去 反送中行动 百万香港人民的白衣怒潮 在台湾政坛也隔海发酵 TVB新闻组合报导 针对香港大游行高雄市长 韩国瑜前晚回答 不知道 遭到各界的质疑 韩国瑜刚才 透过了市政府新闻局 发表最新的回应 连线记者陈又元 好的主播 关于香港反送中运动 韩国瑜做出最新的回应 他表示根据香港基本法 香港应该拥有司法的中审圈 此外 法治连能自由化效率 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 我们期待香港政府 会针对香港民众与外界的疑虑 做出让香港民众放心的决定 此外 韩国瑜也表达三个 不容怀疑的决心 第一 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 不容怀疑 捍卫台湾民主制度的决心 不容怀疑 还有捍卫台湾生活方式的决心 不容怀疑 韩国瑜会另外发表声明 主要是因为 他昨天在华龙洲的时候 被媒体询问到 对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有何看法 当时韩国瑜是表示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遭到外界批评 因此今天他也是特别 透过新闻局发表 对于这次香港 反送中运动的看法 希望可以厘清外界的疑虑 以上是来自高雄的最新消息 把时间叫换棚内 好 我们关心完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等一下我们也会仔细来剖析 这场游行所代表的意义 但是还是要先关心一下 今天一个重要的 这个政治新闻焦点 就是今天早上 国民党的副主席 兼秘书长曾永泉 就开了记者会 正式的宣布 国民党这次的总统出选 有五个人 身上最多的一次 消极大爆满 包括大家知道的 韩国瑜 郭台铭 朱立伦 周锡伟 还有张亚中 五个人 那当然今天 曾永泉说 明天的早上十点钟 就会在中央党部 开一个参选同志座谈会 请这五个人 除了必要的话 要自己出席 不然的话也要派代表 就是五方会谈 五个阵营都要到 那明天的这场座谈会 会是由副主席 郭隆斌来主持 党主席吴敦义 他说他事情况参加了 不一定会来 然后在这场座谈会上 就要求这五位参选人 这个要签一个公约 来看看是什么公约 中国国民党第十五任 总统副总统选举 总统候选人 提名参加初选同志公约 总共有这个七点 其实当然包括 不能损害本党生育 破坏本党团结 不能够有恶意攻击 其他参选同志的行为 而且要约束支持者 不得有挑衅公结的作为 同时要遵守选拔法 不可以会选 然后不可以聚重示威抗议 也不可以从事宣传 引导选民妨碍民调 真实性回答 及任何试图影响 民调公正性的行为 最重要是这个第六点 大家来看一下 尊重党内初选及提名机制 如果未获提名 绝不违纪参选 并且愿意全力及号召支持者 支持本党提名同志 赢得选举 如果有违反的话 愿意收党籍处分 然后请大家要签名 这个之前 其实上个星期 国民党就提出说 我们要签一个窃结书 当时叫窃结书 今天正式的用法是通知公约 就是窃结书就说 但要签不能互相攻击 然后一定如果最后谁赢 其他人就要全力支持他 但是郭董今天早上 特别开了一个记者会 而且这个记者会 原定是早上十点钟要开始 竟然还晚了一点 他说因为我在瞧我的行程 他本来明天要去台中 他现在决定 没有我要把台中的行程往后演 他明天要亲自出席 这一场所谓的五方座谈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游戏规则还没有定清楚 就要求候选人签公约 他不但自己不会签 还要建议其他的候选人都不要签 这是党中央可能有点傻眼 上个星期都说他愿意 他还说我从来 你们看我攻击过谁 好像都OK 但是到底为什么今天 会有这样的转折 突然好像对党中央很不满意 说不签公约了 怎么一回事 来我们来看下一页 原来郭董说 我上个星期就提了八点的诉求 但是他觉得到目前为止 党中央都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 他甚至还在纪念记者会上说 党中央听到我提这个八点诉求 其实是不应该有端午假期的 他们其实就算是端午节 真的是民街企业的经营方式 对 就算是这个端午节大家再放下 党中央也是要赶快来处理一下 今天星期一了 明天星期二我要去开会 后天星期三就是中常会 至少我们还有三天的时间 要把这八点来处理一下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郭董提出来的八点诉求 到底是哪八点 怎么这么的坚持 难道现在国民党的初选 必须没有这八点 就没办法玩下去了吗 第一个他就说 每位初选的候选人都必须承诺 不论被提名与否 都要共同参与选举 团结一致到2020年的1月11号 然后他说国民党要组成一个 国民党的金牌联盟团队 每位候选人都必须要承诺 要参加而且要复选 包括要复选国会议员 另外这个第三点来看一下 国民党要建立一套备案机制 如果初选出现之候选人 因故不能继续参与竞选的话 就要有制度选出一个备份人选 继续上场接替选举 其实这一点就是上个星期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那个所谓的备胎方案 甚至有人说是暗杀条款 其实这一点 郭董其实还蛮坚持的 但到目前为止 他在上个星期见五人小佐说 就提出来了 但其实当时并没有给他 任何正面的回应 所以他就说我明天要带着这个 再去那个五方座谈会 大家好好来讨论 他要提出来 而且他说参与国民党初选的候选人 必须要有民调5%最低门槛的限制 另外第五点跟第七点 都是跟民调有关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坚持 手机民调的部分 而且还是50% 其实这个感觉是跟民进党是一样的 就是要比照民进党 而且他明天又要来公开征询 各初选候选人的看法 同时他说基于团结的前提 民调应该采用 百分之百的对比党外对手 因为目前国民党的这个机制 是15%的党内互比 然后85%的党外对比 但他说我不要党内对比 他觉得 他不要互比 他觉得互比的部分 因为他互比现在一直都没有赢过 这样有够白话的 所以他说我要百分之一百的对比 这样党外对手 才会避免徒增矛盾 不利初选之后的整合 那这样听起来民调的方式 整个就要按照他的 而且重点是民调的方式 其实在国民党之前的这个中场会 已经通过初选办法 对 但是上个星期 其实在五人小组会面的时候 副主席郝文斌就说了 好吧 既然郭董你有意见 下个星期二就是明天的这场 所谓五方座谈 那你就再提出来 跟大家讨论一下吧 必要的话还是可以修改 难不成说如果谈得不如他的意义 那他会怎么样 前面的那个合同他就不签了 不签而且会怎么样 他今天甚至还讲了这句话 他说如果国民党这个初选机制 游戏规则定得不清不楚 都没有搞懂这个机制的话 王院长的事可能会再发生 现场记者立刻就问他说 你是指你会跟王院长一样 就不参加初选的吗 郭董就说没有 你不可以这样讲 你不要挖坑给我挑 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要郭台铭条款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初选的游戏规则要先定清楚 所以他这句话讲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八点国民党没有讨论 所以明天要赶快来讨论这件事情 怎么有点任性的感觉 就是一定要这八点就对了 他就是这八点他觉得他没有得到回应 而且他说游戏规则没有建立 现在不清不楚 但重点是国民党初选办法 不是已经在中场会通过了吗 显见明天是有得吵 对 但是他的第三点 这个备案机制这件事情 其实最近有一个怪怪的氛围 就是你还记得上个星期 王金平前立法院长他决定 不参加初选的时候发了一个声明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其中有一段 好像有一点呼应 他说我要提醒蓝军的朋友们 九局打完 九局就跟棒球一样要打九局 现在打到第几局不知道 才会有真正的赢家 选战开打还有许多难以意料的变局 会比大家想象的更为惨烈 所以没有委赢这一回事 还有很多难以意料的变局 到底指的是什么 所以是不是因为王院长这样讲了 所以郭台铭也说 他需要备案机制 但到底现在是谁当谁的备胎 一前一后讲是不是有一搭一唱 对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名嘴 就是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知道的 张友华也在某个节目上面就说了 他在元宵节过后 曾经与国民党高层一起吃饭 当时就有听到所谓小黄的故事 因为最近韩国瑜不是一直被抹黄吗 所以有什么爆料 什么有小三还有婚外情之类的 这个对方就是国民党高层就跟他说 当然要像换柱一样把它换掉 就是in case 如果到时候选举的时候 出现这个小黄的故事的时候 就要像换柱一样把它换掉 你看很奇怪 这个是国民党的高层 然后王金平还有郭台铭 都在讲这些话 让人不得不怀疑说 是不是真的国民党内 有听说什么 还是有准备什么 所以昨天其实记者有去问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说 这个备胎机制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个认真的思考了 但是吴敦毅听到这个话题 就转身走掉了 因为以前如果讲了一些传闻什么 他通常都会很激动的反驳 他说没有没有 可是他那一次没有出现 这种激烈的情绪 反而是就是不讲 掉头就走了 好 现在我们要来解决这件事情了 郭董 郭董说他不要签 至少到今天为止 他的态度是 他不要签这个所谓的同志公约 他还呼吁其他的候选人都不要签 那现在在我们线上的就是另外一位候选人 周西伟县长 县长今天又有新的变化了 哈啰 你好 郭董说他不签 还要呼吁你们大家都不要签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演变 怎么不是上个星期 大家感觉还一片和气都OK吗 今天怎么会变这样 我想任何的运动 任何的游戏 都有它一个规则 那依据这个规则 你去报了名之后 你就要照这个规则来走 那国民党这次的总统的初选办法 已经经过中成会通过之后 已经公告了 那我们依据这个公告 我们去报名 那我必须要讲 总有一个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 如果都已经通过公告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参加之后 再说我不照这个规则走 我想这个程序 应该有一个前后号 但是我想不喜欢提这件事情 我只是要讲的是说 我很担心国民党 到最后还有没有办法团结 就是在初选已经 已经讲出这么多 会有些伤害的话 那么到了最后 能不能再团结 更重要的是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国民党这个 这个所谓的公约 它是依照我们中团会 通过的办法来做的 它要求的就是 每一个参加初选的人 都要做到几件事 这我念一下大家 很快念一下大家 应该就是说 这个办法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 就是说不可以 用不当的言论或行为 来攻击党 也不可以攻击党的同志 那约束他自己的 资料不要做这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要干净选举 不可以请客 不可以送礼 不可以契约会选 再接下来讲说 不要用其他不正当非理性的方式 影响这个提名作业 而且不会宣传 引导选民 妨碍民调的真实性回答 第六点最重要的这一点 就是说 尊重党内的初选 以及提名机制 如果没有获得提名 绝对不违纪参选 并愿意全力及号召支持者 支持本党提名的同志 赢得选举 那我请教各位 这几点跟党里面初选的 这些他认为 需要讨论这些规则 有没有关系 是没有关系的 这只是说 你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你必须要有军职的风度 你不要破坏国民党初选里面 所有民主的这个精神 那我觉得这个公约 是大家应该要签的 那我再回应一下 我自己当初在报名的时候 我自己提了一份承诺书 其实这是大同小异的 国民党在参加初选的 要记得 我们现在在选总统 我们要给全国人民 示范的是什么 要有民主选举的君子风度 那所以我再觉得说 我在这里反而要 跟他走不一样的路 我要呼吁我们国民党 所有参加总统初选的 所有的同志应该赶快把这份公约 签回去给党中央 是 县长那等于说 郭董呼吁大家不要签 但你已经决定要签了 而且要签就交给党中央 我已经签了 你已经签了 明天你会去参加做谈会吗 我会 因为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党中央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彼此参选的人 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聊一聊 然后再谈一谈 怎么样的民调能够做到很公正 很公平 大家都能够幸福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当然本人要亲自参加 那郭董如果明天在座谈会上 他说他也要亲自参加 他如果把他的八个诉求 拿出来讲的话 你觉得有哪几项 你可以同意 哪几项你不能同意 你觉得该怎么跟他讨论 因为他今天好像有点气泡泡 有点任性了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是在选总统 那个也不是 大家彼此讲气话 就可以成功的了 那我对郭董很多的办法 我是很尊重 那我也觉得郭董 应该要去尊重一下 党里面已经经过中常会 通过的这个初选办法 总是有一个游戏的规则 运动的规则 这个已经制定之后 我们可以去有一些执行面的 大家觉得可以去讨论的 我觉得可以的 那但是这个 超出这个范围 那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 运动规则已经制定好了 奥林匹克比赛 那个运动规则标准 已经制定好了 你去参加的时候 你跟奥林匹克委员会讲说 对不起 我要你们改变 这些运动的规则跟标准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 前后有一点本末倒置了 另外一个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对每一位要参选的同志 跟党中央 我觉得都要有基本上的尊重 而且应该要比较客气的方式 去对待我们本里面 党里面的同志 跟这些许多努力的朋友 因为这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 我们必须自己要有这种 尊重别人的一种言语跟风度 我觉得郭董是很有才华 很有能力 我到处还是讲 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所以国民党才会在初选开始 也修正了一些初选的办法 他才能够参加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示范 那韩国瑜本身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一早开始我就讲 我们必须要让最强棒都有机会参加 党中央也顺应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了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尊重一下比较好 今天郭董还说 因为他的认知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 他觉得游戏规则还没有定清楚 他说如果没有定清楚 可能王院长的事情还会再发生 你觉得是在替他有没有可能 最后不参加初选 或是最后 因为他这时候不要签这个公约 有没有可能他会单独参选 这件事情埋下伏笔呢 你觉得呢 我尽量不朝这方向去讲 那至于说王院长我也非常喜欢他 我很尊重他 所以王院长我认为他不会脱党参选 那郭台铭同志 当然我也认为他不会了 毕竟国民党的初选结束之后 还是必须要团结才能够赢 你如果说这个初选结束之后 大家都失破脸吵翻了 你没有办法团结 我相信我们自己打不赢这场仗 所有支持者都会弃我们而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 大家应该去互相包容 那党中央已经破坏了一些原有的制度 然后有弹性的去修正了 这场的初选的办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党中央 跟中常会所做的决定 毕竟所有的制度 到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完美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那你也赶快提 你要不要提八个也提个几个诉求 也提几个诉求 我会希望我不是用放话的方式 我会在明天的这个讨论会里面 我会提出我的诉求 但是我会尊重党中央到最后的决定 是 今天谢谢席委县长又再度跟我们上线 你这个讲的也很清楚 他明天会去参加这个座谈会 那明天遇到郭董 看他有没有办法 请他跟我们转述开会的状况 对 请他再告诉我们好了 遇到郭董 这八点诉求现在要怎么解决 但是我觉得从周许伟的 这个谈话里面分析 他们好像也觉得 党中央的游戏规则也已经定了 就是初选办法已经通过了 他觉得其实那几条都是基本的 对 本来就应该要签了 是君子之争 这时候不签 临时提出来好像是有点怪怪的 甚至他也讲说 其实党中央当时已经有改变一点 初选办法了 改变一点游戏规则了 针对谁呢 大家也很清楚了 这个郭董 是不是最近真的有一点点的任性呢 好 我用一个问号 因为上个星期 当大家问郭董说 国民党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公约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请大家要签的部分 一开始说切解书的部分 你愿意签吗 他就说我当然愿意 因为你看我攻击过谁了 你们看我攻击过谁了 大家都在问卡涵 我觉得黑锅比卡涵更多 好像也有一点委屈 但是他认知的攻击 跟我们认知的这种政坛上面的攻击 好像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他觉得攻击在商业界 是把你逗到死 这些讲来讲去的 可能在他的定义里面 不叫做攻击 因为他是政治新鲜人 所以他的攻击 可能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你看你还记得 从4月15号开始 当时郭董就针对这个卖水果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能老是卖水果 一个货柜芭拉池多少钱 这件事情大家就觉得好酸 然后国防靠美国是靠不住的 就是针对韩国瑜市场 在美国提的20次征研 国防靠美国这个部分来的 然后他4月17号在党章说 我参加初选绝对不会接受征召 因为当时韩国瑜的说法是说 我没有办法接受现行的初选制度 所以他又有另外一个说法 那个时候被解读是冲着韩国瑜 对 然后再来5月16号他就说 这个是他在台东的一个行程 他就说了韩国瑜当高雄市长 没做什么事 只会一直喊发大餐 就是他讲过最猛的 对 这样子还是可能在他的地里面 也不叫攻击 对 你看我攻击过谁了 这不叫攻击好 然后5月20号他又说 我出来参选是为高雄市长韩国瑜解套 让他安心的当市长 好 这个后许是为他好了 这个就吃人家豆腐 对没有攻击好 5月27号大家就问到 6月1号凯道造势的事情 他就说选举不是拼造势 是拼经济 6月2号 因为这个凯道已经结束了 那当时韩国瑜在凯道上面 就有讲了 包括有发财外交 加入FTA这些 然后郭董就说 这好像都是在抄我的 这是不是攻击 好 不是 再来6月8号 也就是前四个 上个星期六 在花莲的这场造势 香肠瀑布的问题 这个妙了 要做你可能要帮我解读一下 当时这个记者就问 郭董说你怎么看这花莲这场造势 郭董就说 一条香肠从高雄运到花莲 有没有算出运输成本呢 应该用当地的素材 做当地经济这才是对的 我是有点 当天我是有点说 他怎么这样回答 我觉得他真的有点搞不清楚 不管是当地或外地来的 外地来的当然是跟着理念 他不是来赚钱的 他就是要跟着韩国瑜跑天下 如果当地的 其实当地很多摊贩都有赚到钱 所以我真的不懂 他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在地经济其实是有发挥到 所以我觉得那个话 他可能真的没有搞清楚 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个回答之后 确实让大家有点就是说 而且他真的很喜欢什么 一个芭蕾卖多少 他很喜欢算多少钱 那没办法 因为他首富 他上人 他可能费这件事情很在乎 好 接下来就是在昨天了 这个香港的反送中游行之后 郭董就说了 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当初力劝韩市长 不要进中联办的原因 我觉得补这一项补得最堵了 对 这是最近才大爆料吗 对 可是我听说这个幕僚在报 就是韩市长幕僚抱怨 他说郭台铭从来就没有建议过 这件事情 而且他这样讲会让人家联想 韩国瑜进中联办 就是力挺一国两制 可是韩国瑜在市议会 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是反对一国两制的 对 4月1号的时候 韩国瑜当时记不记得 他说我手摸着心脏 跟你说我支持的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所以这一连串 这不是攻击吗 其实可能我们真的 攻击的定义 可能跟首富不小不太一样 所以可能真的攻击的话 可能不止这样 但是我就是觉得酸酸的 酸酸的 那当然看完了这一张图卡 我们做的整理之外 我们也要来听听看 郭董到底他今天早上 开教养记者会 他自己的说法是什么 为什么他明天要亲自去参加 党中的座谈会 甚至他还呛下来说 他不要签了公约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一起来听 所以我明天 我台中的行程上午要取消 我要自己去了解 这个办法 我想我们现在真正 国民党出选办法 还没有正式通过 就等于说这个比赛 大家就门票卖了 游戏规则相位定 所以我自己要选择参加 这也是昨天半夜 我们考量半夜两点 做成的决定 今天早上就开始联络 我改我所有的行程 我自己要去参加 就是我要给党中央反应 我是希望在礼拜三的中常会之前 你既然要请大家来 我希望大家候选人都能够来 把你的意见表达清楚 你什么地方能够做到 你要给我回答 你说什么时候要经过中常会开会 你要给我回答 那这些东西 我认为说都只有方法明确了以后 我觉得你才可以要求候选人签任何的东西 今天我的游戏规则真正初选办法 都没有非常明显 尤其是我常常讲一句话 魔鬼都在细节里 那里面都是很多的细节 我是做一个实业的人 我对每一个制度的细节 我都要求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 因为大家还没有明枪起跑 明枪起跑以后 任何人都不能更改 那今天你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要签一个东西 那我现在就讲说 你的办法都没有我签什么东西 所以礼拜二礼拜三 我们非常严谨的盯这件事情 这个只有这一套初选办法定了 较为周详以后 应该我们不能求完美 我觉得初选再来开跑 你再叫初选填任何东西 如果在这个初选办法 没有非常清楚之前 我是建议所以初选人 不要盲目的去签那种东西 影响团结 好不好 初选之后国民党会不会很难整合 朱立伦表示候选人 各有他们自己的优点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大家 整合成国民党的金牌联盟 而且他也强调不要对立 更不要非谁不投 不要让对立变成国民党 未占先败 市长因为您昨天有提过说 如果你们不被党内提名的话 就自己不会参加宣决 我昨天强调的是 任何一个只要参与党内初选的 都要承诺这件事情 我担任过党主席 我觉得更觉得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每一位如果说今天参加初选 还要存在任何脱党 或者是最后要违纪的一个想法的话 就不要参加初选 那怎么看郭董市长提出来的备案机制 我是不懂什么备案机制 但是我看郭董那天提出来 很多的一些想法 其实好像明天都要讨论 都可以讨论 因为大家都是党内的同志 只要我们初选非常圆满成功 顺利成功 我们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最适合的候选人 朱立伦一直努力成为最强的候选人 也相信自己是最适合的候选人 市长 你明天是不是会亲自到选的 我是觉得因为我都很尊重 吴主席跟大家的意见 那我们可能就是派代表参加 因为我明天还有一些政见的参访 韩市长现在人气很快 但是有不少学者很担忧说 到时候会不会激化了深蓝 反正让中间甚至浅然的选民给跑掉 对于大选可能不必 我们现在三位主要的候选人 似乎走法都不一样 我的看法是各有其长 最后一定要成为一个团队 那朱立伦就是靠的是 长期以来的行政经验 长期以来的实战 长期以来在基层服务 那我也靠的是好的政见 当然有的时候选举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靠造势人气 或者是很多广告或者很多宣传 都各有其长 那最后把它整合起来 成为我们国民党的金牌联盟 我们的团队 那是最重要的 可是因为初选打得这么激烈 然后到时候蓝营的整合会面移 跟会 所以我才会说绝对不要变成对立 更不要所谓非谁不投或是谁不投 如果变成非谁不投是谁不投 最后就变成分裂 所以我们看民进党这个礼拜 就会完成初选 我相信民进党初选之后 一定非常快速的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国民党这个过程当中 千万记得不要变成打的内伤重伤 如果造成对立的话 那大概是为战先败吧 会不会担心中间选民票跑走 以后再也拿不回来 朱立伦会努力争取最多的中间选民 然后再能复杂点 再能复杂点